香港延传不少二次大戰遺跡 當中大部份由英軍建造 港大團隊花了十年時間 考證一個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的機槍補群 確定屬於日軍防禦設施 促請當局加以保育 能夠飽覽沙頭角和深圳鹽田的六頸山頭 松林之間隱藏了兩米多深的戰號 連起七座大、七座細的機槍補 這個機槍補群的外貌 內部的天花 通風口和窗口等結構非常完整 這些在二戰期間建成的機槍補和觀測台 十二年前由港大建築學院團隊發現 同年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 機槍補群的大小不及其他英軍同類建築 港大團隊經過多年的測量和考證 參考附近村民口述歷史和海外歷史學者的意見 確定建築群由日軍建造 1943年東江中隊港九支隊 在六頸南中村和日軍激戰 日軍之後在那一帶加建防禦設施 這些是我們香港人被迫起的事 這是見證三年八月的慘痛歷史 而回憶我們早一代的前輩 在香港受難的時候 而且他們對付人 旺軍也好游擊隊也好都是反抗暴政的人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去保育 六頸機槍補群大約在1944至1945年 由日軍強壁山下的村民建造 當時是用作鎮壓附近一帶的游擊隊 但建好後游擊隊便離開了 港大團隊估計由於並非坐落在主戰場 所以機槍補結構完好 期望研究成果可以協助保育 他們希望當局重視和香港保衛戰 或者日戰時期有關的軍事遺跡的活法 加強公民教育和保育人的基礎資料 他們希望當局重視和香港保衛戰 或者日戰時期有關的軍事遺跡的活法 加強公民教育和推廣歷史文化旅遊 無線電視記者周進鋒報導